我们昨天给大家谈到 我们净土法门啊 念阿弥陀佛的 这一个方法 这一个方式 在我们历代祖师啊 传承下来 称之为啊 义行道 容易的义 这个行 就是若实实践 容易去做到的 所以这个法门 为什么会叫做义行呢 昨天也给诸位报告了 我们这个法门非常简单 要做到什么呢 要做到不间断 不怀疑 不夹杂 就这么容易 但是往往容易的啊 不是因为它变难了 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习气 凡事越容易越简单 我们越难达到 因为我们啊 看不起它 我们轻忽了 轻慢了 所以往往有时候啊 有一些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们读书的时候啊 很容易的白白 我们说 哎呀 这个不用管它啦 呃 纯织出来是最差的 哎 怎么呢 掉以轻心 轻轻菜菜啦 不专注啦 不专重啦 所以 这个法门 其实实实在在 就是义修法门 我们现在成就不了 我们念佛好像没有 感觉 这都是因为我们达不到标 这个法门啊 李老师给我们讲啊 主是大德传下来 都告诉我们 这个法门 是三根普匹 利盾全收 的法门 这个法门没有选择 修学的进 这一些啊 同修 没有 这一个来修学 这个法门的人 该具备 什么条件吗 就是这三个不 没有别的啦 很简单哦 你只要达到 你就可以去了 你就可以 此生 此世 就是最后一生 最后一世了 不用再搞轮回了 我们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做佛去了 什么叫三根 上根 中根 下根 上根 比喻成啊 非常聪明的 中根 不是很聪明 也不会很笨 下根啊 这个是笨人 你看 三根 普匹 普通 共同 都能够成就 所以相信大家 曾经听过 我们念佛法门啊 上至等觉菩萨哦 下至啊 目不示钉的 阿公阿嬷 通通都能够成就 做佛 修行这个法门的人 这就叫做 三根 普匹 所以啊 上至等觉菩萨 什么是等觉菩萨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这一些 上根 立志的 你看 华言经到最后 不是 普贤十愿 倒归极乐吗 修到最后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的 这一个 愣言经啊 第二十五品 大士智菩萨 大士智菩萨念佛 原通章 也是 倒归 极乐 所以 立顿全首 全部都能够成功 全部都能够成就 我们近代 海贤老和尚 他自己本身啊 是文盲 一个字都不认识 但是你看 他老人家 往生当天哦 早上 他还夏天耕种 他还爬树灾果 晚上啊 他叫他的师兄弟 全部 你们回去 你们不要留在这边了 那师兄弟 听到他打迎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走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就像我们 晚课常念的 净土文一样 一心归命极乐世界 你看 他真的身无病苦哦 心不颠倒哦 所以我头一天的时候 给诸位说啊 我们现在 我们身边看 看一下 我们身边的人 怎样的 怎样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我们现在 每一个人都往生 都叫往生 比伯比伯 也往生 躺在那边 一年半载 也往生 植物人也往生 昏迷也往生 你看 真真往生 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 没有任何的不同 说走就走了 这么自在 所以海鲜老和尚 是什么例子呢 下下跟的 你看人家 不懂得认识字的 在这个我们世上 其实他在西方极乐世界 是上上跟人 他才有这个 瑞相 才有这种成就 所以啊 善跟得利 顿跟者 亦能得利 人人啊 都可以修 人人 人人 皆能 成就 刚才讲了 为什么 现在的 念佛人多 成就的人 少呢 早在六十多年前 李老师给我们讲啊 一万个还有五六个 现在我们老和尚给我们说啊 在大经科书里面 一万个 不知道有没有一两个 问题出现在哪里 这也是头一天就给诸位说了 金梁大师讲的 有形无解 增长无名 就是我们只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是 没有去了解 我们该怎么来念 怎样念我的心 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哦 这个曾经也给诸位说了 跟老公骂架 有没有 他很得意忘心的来 找师傅师傅师傅 我昨天跟老公骂架 我赢了 因为 我跟他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喊他 他看到我这样 我跑掉我 我赢了哦 知道这么要跑吗 他看到你好像 sock luck了 对不对 你这样不小心 巴朗刀出来 再菜刀出来 对错了 你口中念这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要我们的心跟佛同心 佛有没有这个愤怒的心 没有 佛有没有这一份贪恋的心 也没有 所以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不是说 啊 要种 在那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 出杀 哇 出来啊 你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是哦 这个是贪心哦 所以我们念这个佛的时候 要跟佛 相感应 提醒我们 不要贪 不要撑 不要吃 所以这个是佛号的功夫哦 所以如果我们啊 依旧在那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一些人真的受委屈啊 有可能在道场里面 啊 这个我们的这一些义工菩萨啊 我们的主管就有这种经验 有没有在佛堂啊 受了委屈 回去那边啊 坐在沙发里面念阿弥陀佛 一边念一边流眼泪 有没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 就委屈的 你看啊 这个 这也错了 我们念佛的时候啊 真真实实就是要平复我们这一颗心啊 亲近我们这一颗心 而不是越念越悲 有一些人真的 跟人家吵架吵输了回家 在念佛 我学佛我不跟他吵 但是我越念 哇 那个喝越来越多 有没有 心里面的那股 怨气啊 越来越强 念念念念到最后爆炸 碰 你看 去找他 理论 这次要拿东西去了 拿扫把 你看 所以 不管用 念错了 所以 祖师大德常常问我们一句话 会念吗 我们会念吗 这一句符号啊 其实要怎么来念呢 就是在我们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的时候 我们要起心动念的之余 这一句符号一起来 把一切压下去 我们要念的就是念这样啦 我要生气 而不是我越念越生气 有吗 原本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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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补柴缸 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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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平静了 越来越没事了 我们受了委屈 回到家里面 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直念着 一只眼泪直流 而是 我们留着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 戏回去了 没什么 心非常开朗了 所以 这就是会念 念佛是这样念 而不是教我们 一天跟人家比赛 要念多少声 你怎么听啊 你怎么听啊 我怎么听啊 不是的 不是跟人家比赛的 你念五万声 我们昨天讲了 能不能往生 未必往生 我们不能够讲 不能啦 等一下人家念五万声的往生 给我们看 黄念五万声 黄念主老居士一天 在往生前 他念十四万 一天 十四万 他真的往生 往生给我们看 所以这个往 要往生 要念 而不是数字 而在啊 他起不起了 起不了作用 我们念佛是什么时候应该念的 在我们最烦的时候 在我们最忙的时候 因为忙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念佛啊 就会忙忙忙 忙忙忙 忙到最后 你看 那个忙字啊 是什么 心死掉了 有没有 树心旁吗 我们的中华文字哦 很有意思的啊 所以啊 你看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心死掉啊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的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面对过啦 现在我们的小孩不好带 我们的年轻人不好带 为什么呢 我们的年轻人很多很多都有问题 现在的从事教育工作的 因为我以前是做老师的 所以我身边很多这些 还在做的 我已经跳出来了光头 他们还是有继续的 那继续的这一家 他讲 哎呦 干扣干扣 very difficult 为什么呢 因为啊 父母都忙 父母工作嘛 忙忙忙 忙到最后你看孩子怎样 缺爱啊 缺爱啊 父母怎么让这个孩子满足呢 给他物欲上的 他要什么 iPhone 15啦 马上买 他以为能够满足到他 到最后他变什么 欲不可重 他的那个欲望啊 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大 大到最后 怎样 走上绝路 所以很多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因为忙来的 所以我们不能 所以我们越忙的时候 要怎么样呢 要能够安住这一句 阿弥陀佛 在我们很急的时候 很躁的时候 我们要提起阿弥陀佛 所以昨天给诸位说了 我们三天念佛 为什么要有一堂来讲解呢 要解形并重 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来念 不是乱念 胡念 现在很多人 哎呀 这次我没人 没来念 你看 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问题 很大问题 今天我生病 我念不到 更大问题 完全不懂 什么叫念佛 才会讲的话 念佛是要在我们 面对逆境的时候 更应该提起 面对最后关头 我们要不要念佛 如果不念的话 怎么往生 所以啊 讲那一些 我很忙 我不能念佛 我生病 我不能念佛 我很烦 我不能念佛的人 到最后 我要死了 我不能念佛 这个跟我们一生 你念佛来做什么 到最后 我要死了 我不能念佛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墨学就经过的 穿过的 这个叫 焦量过的 真的 一生人当中 非常精进 努力 他念佛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一天几千而已 我几万 所以 我们的同学 远远看到他来 就快点 快点跪 快点跑来 为什么他会骂人 因为他能够做到 他一天念几万声 你没有念比他更多 如果你比他多 他就静静 如果你没有 他就来炫耀 这个叫念佛 你是念佛人 一天一万都没有 你看 其实他要的是 好心 他要我们能够念 但是他没有 好好的 把这个方法 教给人家 就像今天我讲的 我们要怎么念 我们二六十中 不要间断 今天听到这句话 不要回去 你的老公跟你讲话 回来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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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等一下 我不敢在 Kotakomunin出现 很多人在 Kotakomunin等我 不敢在这一局出现 你不要会错意 不间断 不间断是在我们心跟佛 我永远能够提起 我永远能够提起 提起这一个佛 阿弥陀佛 这就不间断了 但是我们往往 一瞬间 一下子我们就把佛 忘得一干二净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告诉主位 肯定有 不要骗别人 我自己也是一路上走来的 你看 看到 猫三王 有没有念阿弥陀佛 十句才词 没了 没记 没记就是忘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佛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有一种习惯 好像譬如 你早上起来 你要开始到厨房去 你要开始煮早餐之前 你念佛 念十句 阿弥陀佛 提醒自己 要跟佛同在 今天我煮出来的这些菜 要能够美味 要很好吃 让我们家人 都能够开心 吃得开心 吃得有营养 那就是blessing 我们常常讲的 我们祝福 这就是祝福 就在阿弥陀佛里面 没有离开 所以不要每天想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 细细细细 不是的 这是最错误的 所以我们现在 佛教里面有一派系 叫人间佛教 有没有 我们也不要去排测 人间佛教 因为人间佛教 跟我们念佛法门 是相习相关的 太虚大师 当年提倡 人间佛教 的概念 就是从 无量寿经里面 取得的 太虚大师认为 我们 到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享受 那一些极乐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在这边就实践 就落实 这就是 信愿形的 行 你头 马上 现在 就像我们的 老和尚常讲的 念佛人 当下就是极乐 中风禅师 三十系念 开示里面 也有跟我们说 此方极净土 净土极此方 这就是人间佛教 的概念 所以你看 你早上起来 还没有煮之前 你提醒自己 不要一起来 哎呀 就想着 这个菜 那个菜 倒虎倒给 你看 忘记了 把佛忘记了 不要 我们先念佛 祈祷 让我 能够 有好的心情 告诉诸位 我们做任何东西 我们人 是能够 发出 这个磁场的 我们能够 影响 我们四周的 所以为什么 现在的 你去看 心理医生 现在 Western的 这个 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会一直叫你 保持正能量 这个 这个心理法则 也跟我们说 我们要保持住 positive的 我们要能够 see positive的 就是我们自己 要positive 如果你是很悲哀的 你是很沮丧的 你吸来的 全部都是很悲伤 很举哀的事情 那就惨了了 我们就像磁蝶一样 我们有能量的 能够散发出来 所以啊 印光大师在 书抄里面 曾经给我们说过 两夫妇吵架了 之后喂奶 那婴儿中毒死了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 所以呢 我们 炒菜也好 洗菜也好 切菜也好 我们要保持着 愉快的那个心情 不要在那边切菜 谁碎楼 被雷食走 谁谁 你看到残怒 这个就是我们 没学佛之前是这样的 跟你讲 这叫埋怨 我们不要 保持 欢厚的心情 愉快的心情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你做任何事情 你要去洗衣服 你也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去洗 时时刻刻 我们做任何东西 都 beginning with 强定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才去做 阿弥陀佛 变成一种习惯 所以到最后 要死之前 要做什么 阿弥陀佛 这拜都好血量 真的 就是这么样 所以为什么叫 异修 为什么叫异行 我们要明白 当我们念阿弥陀佛 时时处处 我们都念 告诉大家 我们不敢做坏事 阿弥陀佛 在看着我们 你要下毒 有没有 已经成习惯了 你做得出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要毒死他 做不出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不敢 干坏事了 念佛 念佛 自然 恶然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辞戒 我们就不会犯戒 我们不会去偷 人家的东西 如果没样东西 我们都把佛 放在前面先 记住那个佛 现在我们要的 就是这样 念佛 异佛 大事之不善 念佛 连佛音通章 给我们讲的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要把它变成习惯 而不是一天 你看 昨天给周围说的 早上是两个小时 晚上两个两小时 念完五万身佛号 有财工 不财工 没管用 有一些同修 来跟我报告 师父 师父 我过两天 因为这几天 是Holiday 过两天 我要跟孩子 跟丈夫 去旅行了 所以啊 我有四天 不能念佛 一天一万身 四天四万身 我现在念完了 这次是咖喱 念完了 努力完了 他讲 我这几天 我不能出来 我很忙 是因为要把这个功课 快点做完 做完四天 就可以玩耍 对吗 不对 你能确保这四天 你不会叮咚叮 你在on live的时候 死神来怎么办 你已经请假on live了吗 等一下 那个 阎罗王来 你跟他讲 哎呦 我请假 sorry啊 我不能跟你去啊 不是的啦 所以我们念佛 不要给自己有压力 虽然我们想说 我们一天要念一万身 但是今天下来 有可能我能念到四万 就四万 如果今天下来 我念到八千而已 还差两千 还没有到一万 我们就八千 很随意的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每一刹那 每一分钟 每一小时 有没有在念佛 意佛 这就才重要 所以啊 我们念佛 如果不像一般 其他中派一样 有特别特定的时间 做功课 没有 不用 我们的功课 是全日子的 整天的啦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往生 也没有特定的时间 有没有一定的时间 只有 阿弥际西郎 早上是不会死人的 是不是 没有啊 二十四小时 每一小时 都有人往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 是二十四小时 全日子的 都在念佛 所以刚才讲了 每一刹那 每一分钟 每一秒 每一小时 我们不能够 离开佛 每一个 每一个动作 换一个 地方 我们都要提起佛 这个很重要 这叫 慧念 当我们面对 困难的时候 有一些人真的 面对事情 命迹境界的 考验的时候 我们很慌张 当慌张来的时候 记得 提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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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心 定下来 这 熄灭了 贪嗔痴 后面就是什么呢 我们成就 我们的 戒 定 会 有没有 所以 你看 我们念佛 真的在 慌张的时候 我们是 不能够 生智慧的 在我们 panic 的时候 考试 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做老师的 我很清楚 你越紧张 你读的东西 越快忘记 你的头脑 是一片空白的 当你 等地累 很多时候 很多学生出来 都跟 哎呀 老师 老师 惨了 我不会哦 但是我讲 你回去做做看 你还会不会 那回去 原来这样容易的 为什么 考场的时候 紧张 缺场啊 那回去呢 哎 心定下来了 看 哎 原来是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 所以啊 我们要保持 当有慌张的心起来 有忐忑不安的心起来 有皮皮泡泡 有没有 我们的心 哇 越来越急了 我们快点 静下来 放下手头上的东西 我们先念阿弥陀佛 把它静下来 我们要念习 要学会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点点滴滴 每一点 每一滴 都要跟佛融入进去 把我们的阿弥陀佛放进去 变成习惯 为什么 告诉诸位 当我们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又进入了另外一种世界 这个世界跟我们平常 日常生活的生活当中的 一点一滴 全都包括 什么意思 全都包括呢 将会发生的 就是在你平常的时候 最害怕的 这就叫做 我们的冤情在主啊 所以现在开始 不要怕鬼哦 不然我们要往生的时候 一定会鬼 见鬼啊 很怕 为什么很多人 要往生的时候 你看他 他讲不到话了 但是他 手一直 打 一直扇 他不要 不要他们 他看到了 过往的人 得罪过的人 来索命了 所以我们不要怕 我们要定下来 要念阿弥陀佛 学会 在我们日常生活 面对的时候 我们都记得念佛 顺境也念 逆境也念 顺境是什么 收到三朵玫瑰 我爱你 你不要在那里 不要了 我们也 阿弥陀佛 定下来 这个是假的 三天过后都哭了 所以不要给他骗 我们 要保持住 这一个阿弥陀佛 在我们 每一点滴滴 每一点 每一滴 我们生活里面 这叫念佛 告诉诸位 如果真的能够 做到的话 告诉诸位 真的 一天下来 一万生 绰绰犹豫 肯定超过 我们要去工作 我们放工 我们到车 还没开车之前 我们又在念 你看 点点滴滴 因为我要出去了 要做新的东西了 我们念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 祈祈自己 祈福自己 祈祷 在路上 能够一帆风顺 抵达家里面 平平安安的 多好 变成一种习惯 到最后的时候 你灵命中 躺在那边 你也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祈祷我们能 平平安安的 抵达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正无无声 你看 这就是了 你平常做的东西 这习以为常 所以昨天也给诸位说了 我们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去哪里 是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做的最多的业 带我们去的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现在开始 所以有一些同学 就来找师父 师父就被冲了 我七十年了 我七十年来 不知道做什么 这样我还有的旧吗 有吗 有 只要我们能够活多三年 全部都回来了 我三年都精进努力 每一个小时都不错过 我七十年造的 那subsupporter 我去杀你总 超越过他们了 所以要一心一意 我们肯定能够 所以我们老和尚也给我们讲 念佛人 最缺的是什么 以前我不明白 现在明白了 我们最缺的就是洗肝 时间 时间不够 因为我们过去一生中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这一生 我们做很多 贪嗔之慢的东西 一大堆 所以现在我们要以敬业来带领 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因果来的 所以告诉诸位 这个mathematics 是不会出差错的 没错 所以你要自己会算 所以如果你一天24小时 每一小时里面你都有念佛 哎呀 这把赚到了 你看你都把它放进去 念佛 你心里都有念佛 你回到家里面 你开门 你也念佛 希望家里面的人 大家都能够开心平安 你念佛 Praising 孩子还没有回来 我们念佛 我们祈祷 孩子能够顺顺利利的 放宫回来 不要 我们人就是这样 那一天听到我们慈祭 上人 正言上人 开始给我们讲 越疼害自己孩子的父母 其实是越诅咒自己孩子 这是真的 我们在诅咒 你看你担心你的 女儿还没回来 儿子还没回来 你心里面讲 不是发生什么事 要唯一唯一 要欠我 你看 在诅咒 诅咒孩子 欠我 有可能没有 你可能没有讲车祸 你讲什么 唯一唯一 欠我 这个也是诅咒 人家的车好好的 怎么要讲 人家的车坏掉 我们起的心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 这个都是诅咒 中文你要想这些不好的 当真你的女儿 你的儿子 今天辞回来 是因为车祸 是因为车坏掉 这叫心想事成 真的吗 是你讲出来的 本来没有的 给你乱想 所以不要 这叫诅咒 这样我明白了 这年上人 讲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不要 我们祝福 我们念佛 孩子还没有来 有担心了 我们知道我们担心起来了 不要担心 我们把它化成念佛 我念两千声 三千声 很快 十五分钟就完了 阿弥陀佛 先把心定下来 然后期望我们孩子平平安回来 孩子回来了 你不要 怎么这样吃回来了 哇 孩子的耳朵受不了 不要 他回来了之后 你默默地把你的这个灵通 摇摸 你煲灵通 去弄烧了之后 不然一碗出来 放在桌上 你洗好了 洗滴好了 下来喝一下 这个热腾腾的汤 为你准备了 肚子饿 要吃饭可以吃 就这样子 我们不要逼人家 这样你将会成为 世上最好的妈妈 不然 现在的年轻人 都对上一辈父母很反感 因为我们父母不懂得做父母 我们父母只会唠叨 我们知道 你的心是好的 你唠叨 你要他好 但是人家不领情 这也是因为 我们没有听 佛教导 我们没有听经文法 没有深入经常 才会这样 佛教我们怎样做父母的呢 佛教我们什么 佛度有缘之人 我们都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今天我们的孩子 不愿意听我们 那叫我没有缘 没有缘 我让卖共 我们讲了之后 就会变什么 结冤仇 所以有很多年轻的 我问他 怎么不要回家 不要回去 怕死人 他宁愿一放空 就约他的朋友 这边去 那边去 我们就在家里面 不要 自己做来的 告诉诸位 当我们面对一切 这一切都是什么 自作自首 佛教的 佛讲的 今天你会觉得很委屈 你今天会觉得你的孩子不孝顺 谁造成的 自作 自首 所以记得 提醒自己 二十四小时里面 不要离开佛 这一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你的人生 你的生活 你在三个月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改变了 这也是我们同修 给我们报告的 他 before和after before 来我们佛堂 跟after来过我们佛堂以后 你看 他的丈夫 基督教徒 也会问他 这么今天你不要去佛堂 要了我载你去 他要他老婆来 哪会有听到 不好意思 我丈夫不给我来佛堂 今天不能来了 哪会有这样的 是因为你的这个 pattern 是西朗平不贵 所以你的家人 你会觉得 多余的去佛堂 怎么不用去 对不对 如果你有改变 你有成长 你变了不同的量子了 跟他们很和谐 因为以前 这位同修 脾气很暴躁的 很爱骂 所以他改了 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丈夫也奇怪 儿女也奇怪 丈夫没有在 就是儿女逼他来佛堂 真的 他告诉我 我们上次有出去外面 有要跟他一起 好像我们来这边共修 叫他一起来 他们不能 我要跟丈夫一起 丈夫不给的 现在怎么样 别人了 丈夫叫他 有啊 有跟师父出去 出去 快点去 要改得更好 好像来这边 搂搞而已 坐牢要教育 就是这样改变 你要改变自己 你常常把这个阿弥陀佛 放在你心里面 把阿弥陀佛 放在我们的人生 生活里面 一切就会不断地进步了 改变了 改变了 你人的人缘 你跟大家的这些缘 人相处啊 会变得越来越融洽 融洽不是去掌灰罪哦 不是给师父啊 破灰罪 化仙罪 你就可以了 不是的 是从这边来学的 所以记得 我们念佛要知道怎么念 念佛不妨碍我们的工作 生活 我们的生活工作 要把阿弥陀佛融入进去 我们很多人啊 现在啊 念佛为什么成就不了 就是念佛归念佛 生活归生活 把他分开了 这样我们修一辈子啊 修到要往生了 我们都不能够往生啊 灵命中了 我们都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 我们已经错过好多生 好多世了 这一生这一世 我们有这么多的主事大德 给我们讲他的经验 教导我们 我们要会学啊 我们要虚心的来学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和尚 讲经教学六十二年 不间断过 没听的 没听的 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真正能够 继续啊 古人的教育啊 教训啊 教诲啊 我们不要再自己走冤枉路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念佛法门 你看 老和尚在讲习当中给我们讲的 这个是老和尚讲的哦 可以去炸 可以去炒的 可以去炸 你YouTube打进去 我这一段话 他就会出来了 我们老和尚讲啊 教我们定课 我们的功课 有分定课跟散课 老和尚教我们定课 要定的越多越好 还是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越短越好 定课是每一天肯定要做的 譬如你每天早上起来 你要烧香 有没有 家里面的 你念佛 定的越少越好 有一些人你有时间 你可以念一部 无量寿经 你可以念一部 阿弥陀经 你再少的话 你可以念一部 心经 这个 大四智菩萨念佛 原通章也可以 短短就好 再来也没有时间 你念十句佛号也可以 十句就好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为主要的在哪里 主要的是 能够绵绵不绝 不要间断 你不是说你早上做了四个小时 哇 了不起了 没有 如果你做四个小时 你接下来的二十个小时 没有了 那也是枉然 所以我们常常讲 我们修行不离开 我们的生活就对了 我们修行 不要特地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不要 随着我们平常的 所以有一些人 他讲 师父 我要念一万神 要叫我参加 好了 我每天四点早上起来 你会让家人生烦恼 这个也是经验 他来告诉我 默雪 师父 师父 我不能参加了 不能念了 因为我老的 比我一定要躺到七点 才可以起床 我起来了的 但是就是不能动 我一离开床 他就叫了 看呗 Why too early this stuff 真的啊 你起来啊 你梳洗啊 你会干扰到你身边的 要休息 要上班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特地 不要特地 我们念佛是最方便的 念佛没有受到 时空的拘束 没有受到时空哦 时间空间 几时可以念 几时都可以念 曾经给诸位报告过啦 我们念佛是最容易的啦 我们在进房里面 厕所啦 我们在 可以念吗 可以 等下不小心 嗯一下 血管爆掉死掉了嘞 如果你讲不能念怎么办 可以念 他不能出来 你还要加持阿弥陀佛咧 嗯嗯嗯 让他出去 顺畅一点 嘿嘿嘿 blessing嘛 真的 我们念佛好容易 你躺在床上 你看你老公叫你 七点才可以起来 你能躺在床上念吗 当然可以 你醒了 没有事做 你就这样 没有人知道的 可以开始 做你的功课 有同学问了 师父师父可以吗 我睡醒 我还没有刷牙咧 我可以念佛吗 这样有没有 阎罗王来的时候 你跟他讲 sorry sorry 我还没有刷牙 我没念阿弥陀佛 我念刷牙好了 我念阿弥陀佛 你跟他讲话 你能不能啊 有没有这样的啊 没有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念佛什么时候都可以念 观景式的 不用景的 很方便 很容易 才会叫一修一行嘛 所以我们了解到了吗 这么简单 最怕我们不懂得怎么念而已 好像你看你 早上特地四点起来 念四万声 两万声都好啦 万万声啊 有用吗 没有帮助 因为你只有在那段时间 很concentrate 罢了 after that 孩子啊 叫不起声 有没有 我们就开始发忙脏了 这里发起来 哇 变puffo 对不对 有时候 变那个母老虎啊 有没有 一大清早就拿藤鞭 登登登登登 这个就是我们 不懂得念的 没有用的 所以当我们 哇 叫不起来的时候 我们什么 灵未成功找方法 我们有方法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念佛 念佛 让我们的心清静 在清静当中 定能什么 身会 智慧就会流出路出来了 你就会抓到你的孩子 一定有一个方式 可以治得了他 让他起床的 我们就看到 不是在那边埋怨 不是在那边骂 在那边发飙 有一些不是 叫了 起来了 还不起来 然后你很辛苦 在下面 弄早餐 有没有 早餐弄好了之后 他下来 他讲 妈妈 买了 不要吃 来了 又 爆炸了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 火烧功德灵 有人去问我们老和尚 他讲 我做这么多好事 有没有累积到功德 跟我们的老和尚 跟我们的老和尚报告 就好像 达摩祖师一样 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 跟达摩祖师讲 我剃度了多少的僧人 我骑了四百多间的这一个 寺院 我有没有功德 同样的 来问我们老和尚 我们老和尚 怎么回答的 知道吗 他没有讲有 也没有讲没有 因为一讲没有 等下要面壁九年 像达摩祖师 你看 被梁武帝请出去 到少林的后面 这个山 洞里面 面 面壁思过 九年 所以不要 我们的老和尚 很有智慧 人家问他 我有没有功德 他没有讲有 也没有讲没有 我们老和尚反问他 你最后一次发脾气 是几时 就问他 你几时最后一次 发脾气发飙 他讲 哎呀师父 我讲才讲 你没有问我 也不要讲了 今天早上出来 气死我了 所以老和尚讲 这样子 请问一下 你 今天早上到现在 你有做什么好事吗 他讲 没有了 我 差一点 气都要气断了 你看 气到死 这个气会断 你看 老和尚就讲 这样你没有功德了 咯 怎么呢 因为一起脾气 就把我们之前 全部的功德福报 烧进了 所以 大家有没有功德 看几时发脾气 从发脾气以后算起 然后又再发 又再归零 记得哦 不要 所以我们现在会了 用什么方法 念佛 脾气要来的时候 我们快点 在那一个局面 场面 如果我们真的不能的话 我们快点离开 念佛 把心先定下来 我们看东西 看事情就不一样了 视觉就不通了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 退一步海过天空 我们退一下 我们等一等 看一看 这一个呢 告诉诸位 现在的心理学家 心理医生 有心理医生的吗 这边 有心理医生的 都知道 他其实教人家 也是这样 你缓一缓 停一停 你才来 你才来处理 当你处理不到的事情的时候 你不用一直硬着去 那个叫转牛角尖 不要 你停一停 缓一缓 take a second 就是几秒也好 几分钟 有一些心理医生 会劝你 喝一杯咖啡 坐下来 喝一下 摊压下 回去 就不一样了 曲面 处理的方式也不同了 有智慧了 因为定了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定下来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 所以啊 其实这个法门 真的三根普遍 谁都能够学 谁都能够修 无论你几聪明 你几笨蛋 你没有学问 你什么都不是 都可以 都可以 成功 所以啊 这个法门啊 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一门 比这我们念佛法门 更简单的了 没有 所以你看 您这个法门 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做定课 做功课 不要定多 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 你不要念 你不无量说经 不用 诶 念佛就好了 我们老和尚给我们的念 你看 还教我们念十念法 年词大师的十念法也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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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口气 念完了就好了 算了 我功课就完了 我们老和尚教我们的更容易 真的是十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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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功课就完了 顶课就完了 早上念十声 晚上念十声 但是不要忘记 重点在于 每一时 每一分 每一秒 不要忘记佛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要把佛忘记 要永远保持住 有这个佛 你那时候 你要念十声也可以 你要念百声 你要念千声也可以 你这个叫闪念 你的闪客 好 这一次 我们 共同学习 的时间到了 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三天 第一天还卖关子 到今天 你看真的要掉起来了 要开始收档了 我们要等到九月 再有机会给大家来分享了 所以我们在这几个月 你们来这边 我们见面 就是 然后我们回去 我们就充电了之后 我们学到了一点 我们就试试看 把它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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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起 又不会猜 这些菜团 不会完 要跟第二些菜团 两步 正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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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有 不会就好 会猜 念佛 保持住 念佛 所以一定要 把念佛 放到我们生活里面 好 今天学习就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